前面我们学习了两种对象的创建方式 一个对象致命量 一个是NewUp接的 本质上两个是差不多 那么这种对象创建的方式 其实也有它的用武之地 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我们学习的GQuery里面的那些 比方说这些方法 阿甲克斯的那个方法 它是不是需要一个参数 那个参数的话 里面你就可以传入这样的对象 这就是对象致命量的用武之处 那么它其实还有一个 不知道大家思考这个问题没有 你感觉到好像少了什么东西 为什么呢 比方说我们定一个变量 定一个对象 O等于一个Name等于CG 然后呢 再弄一个AG等于 等于12 那么如果你想创建跟它的结构一模一样的 比方说也有Name也有AG的对象出来 你怎么做 如果你比方说你想这样写O2等于O 那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这个时候呢 其实O2好 还是O也好呢 都是指向同样的东西 比方说这里有个对象 它里面有Name 有AG 然后你O的话呢 是指向这个 如果你用O2的话呢 O2也是指向这个 所以说你这种方式创建对象 就指向同一个 根本就没有创建新的对象出来 那么这种方式不行的话呢 你你想到一个方法是什么呢 你比方说你如果你是这样再写 你比方说我再写一次 那么再写一次的话 这个不是我们程序上干的事情 因为这个就是纯粹的复制代码 是不是 当我们碰到这种情况下 我们都知道 如果你的代码有重复 我们通常是会把代码重构为一个函数 所以的话 还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这样的 比方说我们构进一个方式写个函数 写个函数呢 比方说我们家的person的person的一个工厂 专门用的造人的一个工厂 也就是创建对象的啊 比方说它有两个参数 name,age 然后呢 你在这里呢就写上这样的东西 写什么呢 我们在这里面呢就直接返回 你每次掉进这个函数的时候呢 我们不是要创建对象吗 是不是 返回一个对象 然后这个对象里面呢 它的成端是什么呢 比方说我们在这里写一个name 然后它的词就等于这一个啊 当然我们现在把它为了识分一下 我们把它改一下 你就不改 其实也不够错了啊 这样 然后这样呢 在这里写一个age 然后ph 这样写完了之后 我们把它反过去 这样就是一个构建一个工厂出来 那么怎么用它呢 比方说fair的一个p1等于person factory 然后比方说cj 然后22 这样 然后比方定一个变量p2等于person factory 对费 然后33 好创建两个对象是不是 我们就可以再测试一下 那么两个对象呢 是不是一样的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运行 然后p1.name 输出一下 它的cj p2.name呢 两个对象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的现在的结构是这样的啊 因为你每次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其实就是返回了一个新的对象嘛 就创建一个传新的对象 所以此时的话呢 它的那个情况的话 就是这个对象一 里面有name 也有age 然后这个p1呢指向它 但是依此类的p2也是这种结构 也有name跟age 这是这种情况 那么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解决了我们是不是刚才创建对象呢 的问题 你就不需要每次重复把这个代码写一遍 直接写在这里用函数调用啊 这种创建对象的方式 有个专门的数字叫做什么呢 就是工厂函数用来创建对象 那么它呢 能解决了我们的问题 但是其实也有个确定 是什么确定呢 就是我们刚才画了个图 两个对象呢 完完全全 是独立的 两者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 那么假设有一种情况 比方说什么呢 如果它那个属性 都是两个对象里面都共有的 而且值基本上就是一样的 比如说人的腿的数量 脑袋的数量 都是1是不是 那怎么办呢 如果是这种情况下 我们会怎么写 我在这里返回一个headcount 按照它的规范 headcount 然后给人的脑袋只有一个 是不是 那么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们是调用的时候呢 虽然说P1 P2 都有那个headcount的属性 比方说我们在这里保存刷新 测试一下 这里刷到了一个逗号 然后你在这里P1 headcount P2 headcount 也是都会 这个结果是没正确的 但是情况就是这样了 这个地方呢 这个对象里面 有内蒙 A级 headcount 然后这个对象里面呢 P2 之前的对象 P1 然后这里面也有head 内蒙A级 完全就是说 这不是多占一些内层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是不是 如果我们想做一些共有的东西呢 他是没办法做到的 这种 这是它的一个缺陷 虽然有人解决问题 但是也有一些缺陷 如果啊 如果你想 把那个共同的东西呢 就移到别的地方去呢 用这种方式 没办法做 是不是 而且创建这个对象呢 返回这个P1 P2的话呢 跟这个函数没什么关系 他只是把那个 就是说 把这个返回对象的一个代码 一个包装 是不是这样了 等到后面的我们 我们会解决那个共享的东西 该怎么处理的啊 这是一 这一种的那个 对象工厂的方式 来创建对象 是吧 谢谢大家